如果這樣吵吵不小心飛到客人的面前怎麼辦 所以我們都會請客人保保險 沒有啦 如果這樣的話就會被罵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動作會比較大 但是就會盡量不要讓飯噴出去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我好像在 差不多要來救了 真的 對 差不多要來救了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若瑜 這一位是我們的鄧主廚 哈囉 妳好 好 我很想問鄧主廚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鐵板松露炒飯嘛 可是我在家裡就想了一下 想說為什麼我在一般路上 然後你要我買炒飯來吃 我都覺得說蛤 不是很想 可是如果是到這個鐵板燒店 我都覺得鐵板燒店的炒飯特別好吃 真的嗎 對啊 想問問是到底加了什麼秘方啊 其實鐵板炒飯跟一般的炒飯不太一樣 就是鐵板的熱度會持續性會比較高 一般的鍋子它的厚度啊 薄度大概都在一兩厘米而已 但是鐵板的話它會將近是五到十公分 所以它熱能儲存會比較久 相對來說它的鍋子比較不會冷過 哦 所以其實是溫度跟這個 當然是一些我們器材的一個關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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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鐵板松露炒飯聽起來就超好吃 我想問問今天我們需要的食材是哪些呢 最簡單的話一開始就是蒜頭 蒜頭 對 然後洋蔥跟我們的青蔥 青蔥 那後面的話我們會加新鮮的松露跟松露醬 去做一個提鮮的動作這樣 那我接下來我就要開始來當小幫手了 我們首先先需要哪一些步驟 就請我們的主廚來直接告訴我們 那先切洋蔥 那洋蔥再切的話 我們一般剝完皮以後 去頭去尾 我們會先泡一下冰水 泡冰水就是讓你切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大 蠟硬丁 對 那切的話我們切成丁 一開始我們會用我們的刀尾 刀尾這邊它會有一個厚度 那我們在切的時候就會這樣這樣 我看完它這樣子我決定 我這一顆也交給你好了 對 因為這樣切的話 洋蔥比較不會散掉 啊 對 因為你看 它那個小技巧是它沒有完全切掉 它就還剩這樣子 大概有三公分這樣的劑 對對對 因為這樣才不會散掉的話 我們切的時候我們這邊 那因為洋蔥它是呈現 半圓形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下刀的時候 不可以直直的下刀 因為直直的下刀的話 它切出來就會是條狀 所以我們在第一刀下刀的時候 是刀子要呈斜的 就這樣下刀 這樣出來的話洋蔥都會是碎的 就會是丁狀 好 那到這邊的時候 到一半我們就把它抖過來 這樣才不會去切到爽 好 那到這裡已經 條狀的部分都沒有了 已經沒了 對 對 所以我們就會再 回復到剛剛那個方式 喔 再把它轉過來 對 然後再把它轉過來一次 原來是這樣子 這樣切的話 我們一個都是碎的 畢竟我們以前 每天都要切一兩袋 對 所以這樣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最後再一點點的時候 再轉過來 那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洋蔥碎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蒜頭的部分對不對 對 那蒜頭的話 一般我們都比較不建議用拍的 因為很多人 他們蒜頭都會拍 對啊 很習慣都直接 對 對 對 因為拍的話 蒜頭汁就會噴出來 噴出來的話 它的味道就會 全部都帶在你的沾板上面 喔 對 那所以我們都會習慣用切的 就稍微這樣切 隨便剁沒關係 我發現你們的刀超粒 對 要小心喔 蔥的話 一般我們蔥白跟蔥綠啊 都會先把它對半 好 那尖端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 盡量不要了 因為尖端這邊比較容易老掉 那就是把它切成蔥花 超快的 我好像在看 小當家 邊切啊 邊偷標 叮叮 已經完成了 啊 你們這火怎麼開 喔 火在下面 喔 對對對 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因為鐵板它的厚度比較厚 所以我們都要提前開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已經夠熱可以開始炒 好 很簡單 熱度的話我們是看水 嗯 你滴水下去的時候 看它水的程度 上就可以了 啊 這樣是幾度 這樣的話大概在 兩百 兩百二 兩百三左右 現在感覺沒有感覺 它怎麼會那麼熱啊 因為抽風在這裡 熱度會直接吸走 難怪 好 對對對 那麼第一步驟 我們第一步驟的話 我們會先把 雞蛋 先放在前面做預備 對 通午解雞蛋 先下飯 因為這是冷藏隔夜飯 所以我們會稍微把它先剝開 欸 對 是不是都要隔夜的會最好吃 隔夜的表面水分會比較少 所以你在炒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會分開 那你剛煮熟的飯的話 它本身的水分會太多 所以你會很容易就把它壓爛 所以我們就只要前一天 煮好放冰箱 對 其實更好的方式是放冷凍 前一天你要吃的時候 再拿出來退冰 它表面的水分會更少 喔 所以我們用冷凍會是最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加蛋 那一般的話 我們鐵板炒飯通常都是 一碗飯兩顆蛋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像你們剛剛說的 飯跟蛋要做混合 那我們會直接在鐵板上面做混合 那混合的情況下 我們會稍微把它壓一下 把飯壓開 但不要太大力 不要硬壓會變成碗體 壓開的同時 就會把它剝開 鐵板炒飯還有好吃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下的油非常的少 外面的炒飯它的油都會比較多一點 超多的 對 那我們鐵板炒飯本身的話 油會放比較少 因為它的熱度本身就會夠 所以不需要下太多油 好 這個時候可以給你炒 你真的還假的啦 真的真的真的 不行我們再炒一次就好 哈哈哈哈 要炒到整個米飯都是分開的 米飯都 對對對 好 這就讓我想到的一首歌 我相信你也會唱 因為你的年紀 配蛋炒飯 對 你可以稍微剁一下 然後手壓一下 然後把它剝一下 剝 這樣子喔 對對對 那毯子可以稍微把它壓一下 把它剝開 欸 很棒耶 真的嗎 你真的嗎 當然是假的 哈哈哈哈 欸 如果這樣炒一炒 不小心這樣飛到客人的那個 面前怎麼辦啊 所以我們都會請客人保保險啊 沒有啦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被罵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動作會比較大 但是就會盡量不要讓飯噴出去 欸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我好像在 嗯 差不多要來救了 真的 對 差不多要來救 炒一炒也是會 結在一塊 但是我們會稍微把它剝開 喔 所以不能夠結塊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你吃起來就是要粒粒分明啦 嗯 所以我們會稍微再把它剝開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先把它移到旁邊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下我們的配料 好 一開始一定是先爆香蒜頭 那蒜頭的話不要在最中間 因為溫度太高 會焦掉 對 那下一點點的油 可是我們如果一般在家裡頭 我們沒有鐵板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炒的跟鐵板燒店的一樣好吃 買菜鐵板 所以溫度要到達一個 就是要讓它 如果你要炒跟鐵板一樣好 如果它很好吃的話 重點就是 熱鍋冷油 那鍋子熱的時候 我們先倒一次油 然後讓它潤一潤以後 把油倒掉 嗯 就是倒到另外一個容器裡面 嗯 那再下冷的油 再開始煎蛋 就不會沾鍋了 喔 所以燒醬 對 熱鍋冷油 小撇薄大家可以記起來 再來就是洋蔥 洋蔥一樣是用這些油就可以了 稍微炒香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用炒太久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混合在一起了 然後混合在一起 一樣就是稍微把它剝開 你看好像很想試對不對 可以 沒問題 來 我給你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可以可以可以 你有看我試了嗎 對對對 等一下那我要炒到什麼程度 飯要變成一顆一顆完全分開這樣 飯要另一分開 對 還要沾著蛋 對 對 然後再一直攪拌 最主要是要讓每顆飯粒都會接受到溫度 沒有 它香氣有出來 你有聞到嗎 有 你看都沒有沾鍋 很厲害 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那我差不多幫你下 下醬料了 好 左手不太用動 最主要都是右手 你看到米粒在跳了嗎 有 有看到米粒在跳了 米粒在跳的話 就表示它表面的水分 已經差不多被你收乾了 不會冰爆米 等一下 對 因為很清楚吧 應該看得出來 對米粒在跳了 如果溫度再高一點 它水分再少一點的時候 它會跳很高 真的真的 因為它就是表面它釋出的那個水分 瞬間蒸發的時候 它就會爆開 所以我們要炒到 關鍵就是它有點在跳動 對對對 米粒要稍微有點跳動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 我們的 最後的蔥 蔥的話 會 現在下就是因為怕它會黃掉 喔 所以它會漂亮 所以我們不能太早下 對對對 補充以後我們就下我們的調料了 首先就是我們自己調的醬油 醬油 不用太多 再來的話 這個就是 鰻魚醬 炒飯有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外面的話 為什麼會特別的好吃 在家裡會 奇怪 味道怎麼會比較簡單 一般外面的炒飯的話 他們都會加一點 甜甜的東西 例如說 有點像蠔油或是醬油膏 但是在家裡處理的話 你會很容易沾鍋 但外面的話他們溫度夠 所以他們不會沾鍋 所以你吃起來炒飯 就不會那麼單調 最後的話再下我們的松露 這個是已經攪碎的松露醬 下一點點提升它的味道 要翻一翻 把它剝開 跟著我們炒飯一起 這時候再把它炒乾 就差不多了 讓它呈現一個三角形的狀 然後再下去 對 飯就比較不會亂跑 我來試試看 加這個好了 對 然後再倒下去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有一個小步驟 是可以增加它的賣相 對 我們是增加 加200塊 我們的話會用新鮮的黑松露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炒一些松露在裡面 那其實香氣可能會沒有那麼重 所以我們會採用這個新鮮的黑松露 嗯 這是義大利進口完全新鮮的 好高級喔 那現薄在上面 好放在中間 哇整個高級感提升耶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鐵板松露炒飯 感覺很簡單耶 但我覺得在家裡可能要多加練習 才有機會成功 你就練個幾次 我們大概練個十年就可以了 非常謝謝我們的主廚 這就是我們的鐵板松露炒飯 可以在家試試看 記得剛剛我們掌握的就是火候的這個部分 是的 溫度要夠 就有機會成功囉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